第一个就是从小到大你喜欢过的三个电影明星 告诉我三个 那是中国和外国如果都包括的话 那得先做一点search 因为有的时候不是一下子到嘴边就能说得出来 但是国内的话如果光讲中国的过去比较喜欢王星刚 男演员啊王星刚 你是说电影演员还是说其他的什么演员 电影明星 电影明星那就是当年最崇拜的就是男的那个英雄形象 王星刚 然后女性呢有一位很漂亮的 现在想一想就是说但是也没觉得他演的有多好 就是秦宜了就那个时候觉得很漂亮 然后要讲三个 看来你不太关心电影明星 对就我们那个就觉得五六十年代的明星 当时就是觉得刚才说的王星光 秦宜黄丹凤感觉是比较漂亮 现在你喜欢谁 但是后来这几个人到了这个老年了 中老年的时候还在演 所以呢可能就荧幕的形象就没那么好了 特别是王丹凤 到了年龄很大的时候还演那个少女 所以呢可能破坏了荧幕形象 但是我说的仅仅是固定在他们五六十年代 黑白片那个时代 他们那个形象是非常好的 如果要讲到这个西方的片子 那就是像那个混荡蓝桥里边的那一对男女主人公 这个男的是不是叫Oliver 我不记得是不是叫 可能不是 女的是凯瑟琳赫本是吗 女的是费文利对吧 男的是叫什么 我现在一下想不起来 另外呢像这个有一个叫Oliver的演员 男演员也很棒 这个很出色 还有一个叫泰克 泰克就是罗马假日 泰克 这几个都是比较喜欢的 就是首先要帅嘛 男明星那个长得特别帅 很有风度 然后女星呢 就是那种清纯 非常美丽 还有那个Engley Bowman 我也很喜欢 就是年轻时代的那种形象 就是一种典雅的美 他是瑞典人吧 我记得 后来他的英语 语音还那个口音挺重的 对那尹青我先说到这吧 好 第二个问题 如果是为了健康的原因 你要放弃一些习惯和爱好 什么是你最难放弃的 睡懒觉 其实我现在其实是缺乏睡眠 到谈不上睡懒觉 但是呢 从我整个一生中 我觉得我还是 蛮享受床上 就是说 因为休息的好 睡眠好的话 精神就好 然后大脑的那个活跃程度就很高 因为我从小到一直到 进入老年之前吧 应该说这个记忆力都是超人的 一般人记不住的东西 我都能记住 包括几十年前 三四十年前的 很多的细节 人名字 我都能记得 但是现在呢 到了 我觉得是从55岁之后 是一个 对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滑坡 超过55岁之后呢 记忆力 有的时候 过去很熟悉的名字 到嘴边就是说不出来 最近在我的视频里面 偶尔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很熟悉的东西 说不出来 但是呢 我觉得睡眠好的话 会能够帮助人 恢复记忆 或者是人的思维能力 更完美会好一些 所以我觉得 一个睡眠好的人的皮肤也好 我从小到大都被人说 我的皮肤 也可能是天生遗传 有一定的因素 但是休息的好 或者讲什么叫 睡觉睡得好呢 就是你随时能睡得着 我最惊人的一个故事 是真实的故事 当我年轻的时候 我经常出差 有一次我站在火车上 那时候火车非常挤啊 挤到就是说 人都没有地方站 就是人挨着人 你倒了都倒不下来 然后你就睡着了 我拎着一个手提旅行包 旅行包还很重 有几十斤重 我竟然就是那样子 站立的情况下 拎着旅行包 睡着了一个多小时 我想我自己 蛮佩服自己的 就是这个能睡着的能力 那个什么环境下 只要我困了 包括我过去经常住宅 我会钻到 那个中国的那种 硬皮的列车 那个座椅下面有空档 我钻到下面 铺上报纸 就在底下就睡着了 穿一身不太干净的衣服 等下车再换 所以呢 我是比较善于睡觉 包括我坐公交车 坐地铁都能睡着 有的时候会坐过 坐过的话再往回坐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恢复体力 经历的一个好办法 好 第三个问题 如果您是夏业良先生的朋友 您会认为夏业良先生 最令人反感的缺点是什么 可能就是嘴不太饶人吧 就是说 无理要变三分 但是这并不是说 对真正的错误会回避 或者是不承认错误 而是说口才比较好 从小就喜欢辩论 那么假如说遇到真正的高手 内心也会认同或敬佩 但是一般来讲 很少 一般人因为在这个辩论方面 占不了我的上风 所以他们多半会恼羞成怒 哪怕就是互相之间 你损我我损你的 这样讲的话 一般他们很少能占得了我的便宜 所以他们觉得我嘴不饶人 可能说这个方面会那个一点 但是从整个人品来讲的话 应该了解我几十年的人 从小到大的人 不会认为我这个人 人品有很大的问题 好 第四个问题 列举一个你童年做过的事情 但你坚决不会让你的孩子 去做的一件事 这个还真是得想 首先我小时候做了很多的事情 我倒是相反 我希望我儿子做我小时候想做 但最后没有做成的事 但是很难啊 比如说我小的时候特别想当一位好的画家 我也希望我儿子将来能够成为画家 但我儿子小的时候 当时对绘画还蛮感兴趣的 还有点天赋 曾经在这个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还获过奖 但是后来他也没有长期的这方面的兴趣 我也没有逼他 对 这个问题是反过来的 另外音乐方面也是 音乐方面我觉得我自己缺少足够的这个天赋和基因 我是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在音乐方面能够有一定的才能 或者一些技能 学习一种特殊的乐器啊 而且把它演奏好 但是这一点呢 好像我儿子小的时候学过一段时间五线谱还有琴 到后来呢 他放弃了 他再大一点的时候 他自己到学弹吉他 好像没有看到什么其他的 这个问题反过来了 我是问你童年做过的 但是你不希望你的孩子去做的 你干过的一件什么调皮的事情 然后你坚决不会让你的孩子去做 我小的时候总体是一个乖孩子 所以没有干过什么特别的可怕的事情 比如说没有真正偷过东西 如果讲戏剧性的 有一次我们小学同学一块看到西红柿 那时候西红柿还是青的 我们一人栽了个青的西红柿 后来被人追了跑 下了只跑 这种事有过 带点恶作剧式 但是其他的事 但有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小的时候做的比较冒险的一个事情 就是曾经在 那时候还在陕西嘛 那个黄土高原 农民他那个秋苏的时候 很多的红薯地 这个红薯并没有挖完 那我们觉得还可以继续挖 那农民挖完了以后 他们已经开始让牛开始离地了 我们在他离地之前就开始挖红薯 红薯挖的特别多 然后呢 他们发现了就 因为对我们有一种仇视 然后就追 追着把我们无路可逃的时候 就从两三层楼高的那么高的那个梯田上往下跳 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在那个高干渠 就是那个黄土高原上的那个河 像黄河的水往下冲 如果闸门一打开 那个水流是非常急喘的 那我在那段时间呢 我们经常在那个某一个地方去游泳 结果人家一放闸 那个水冲下来的话 很可能就会把人冲走 有生命危险 有一次把我冲的就是不着边了 我是看到就是呼叫旁边的农民 拿出那个锄头坝 然后那个慢慢地递给我 然后一点点靠近 结果他们把我救上来了 这样的一些冒险 包括我那时候骑自行车从那个圆上往下冲 往下冲 冲到底下的时候 那个突然有一辆手部拖拉机迎面过来 那我没办法撒杂 就只好呢就是说 把自行车龙头向外一偏 人就整个甩过几丈远 那就是说浑身都是伤 但是毕竟还没有出现生命危险 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冒险的事 我是希望我的孩子不要去做 但是我儿子现在的冒险 比我的冒险幅度还要大 他现在常年玩那个滑雪 就是在非常陡峭的那个山地去滑雪 所以呢他也受过伤 另外他还在这个密西根湖上 曾经玩那个摩托艇 那个就是单人骑那个摩托 然后呢摩托翻了以后 掉在那个密西根湖里面 所以这些冒险的事 他做的比我多应该是 好第五个问题 在所有的活着的人和去世的人中 你最想和谁共进晚餐 我觉得进晚餐的话 目的还是为了这个进行思想的交流 那我想我在中国的这个知识分子中 最佩服的这个是胡适先生 不完全是因为他的这个学问 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种人品 他的这种道德 道德文章嘛 过去中国人讲这样的 就说而且胡适呢 是自由主义 那么按照今天的说法 就自由至上主义的学者 所以我是很敬佩他 如果有机会 有可能的话 穿越时空跟他对话 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 另外呢 我曾经在美国 接触过一些经济学的大师 包括弗里德曼 我也曾经有机会 跟弗里德曼 直接的进行这个对话交流 所以这样的 其实我也是有过 这样的一些幸运嘛 那如果现在 还活着的这些人里面 那么如果要是进行 不一定是经济学方面的吧 就是说包括各个方面的对话 那我想这个可以跟苹果的 这个设计师 主要的设计师来讨论讨论 或者是跟这个未来学家 讨论可能未来的 这个世界的科技的变化 和人类生存环境 或者生存形式的变化 就是具体的讲一个人吧 我觉得现在那个发明 那个什么车的 就是 Tesla 一下子忘了他的名字 叫Mask Elon Musk 他是 电动车 他的这个电动车 他现在有很多种型 而且他现在又在 创造别的形式的这个产品 不光是汽车了 他还在考虑 其他的一些东西 那么包括 如果有人能够发明 那种所谓飞梭飞机 那种飞梭飞机据说 只有几十分钟 就可以从纽约飞到上海 那么对这样的这些事情 我是比较感兴趣 第六个问题 稍微有一点点那个 就是说 如果你是在 如果你马上要离开这个世界 你可以允许叫 点一份套餐 你会点一个什么菜 那当然是点中国的那个 怎么讲 满汉全席 因为你要最后的晚餐了嘛 那你要把能吃的东西 是越多 总类越全越好 据说满汉全席呢 就是总类特别的多 而且特别上档次 当然活跳墙呢 我以前也吃过 我在国宴上吃过活跳墙 所以满汉全席呢 我倒没有吃过 所以如果可能的话 OK 好 第七个问题 你认为您有什么过人的天赋 但你希望最好没有 就什么skill和talent 你希望是没有的 我觉得我这个人过于敏感 就是说我有的时候有第六感 比如说我看一个人 虽然我这个人第一次见面 但是我觉得我好像事成相识 我对他有一点初步印象 虽然不敢说 但是需要今后的印证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 经常后来的印证非常准 就是我对一个人最初的印象和判断 和最后经过很多年的了解之后 基本上相符 所以这一点呢 有的时候可能是个好的事 绝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是好事 但另一方面可能不好 因为这样的话呢 你太早的了解了 或者你对人家产生了印象 就可能妨碍了你跟他 没有障碍的进行交流 或者是结交友情吧 因为你内心假如知道 这个人有卑鄙的那个方面 有那个不好的方面 所以你可能就本能的避免 跟他深交了 好 第八个问题 如果你必须要变成一个动物 你会希望当一个什么动物 那在美国最令人自豪的是那个美国的那种 叫什么 英吧 美国的英还是美国的这个叫什么 Ego是吗 对 到底是不应该叫雕吧 应该是英是吧 非常的锐利 凌空万里 而且他能够非常战斗力 非常强悍 可以在瞬间有强大的动能 我觉得人类 我觉得人类好像很少能够有这样的这个 从他这么小的身躯 然后能产生那么大的能量 我觉得非常的敬佩 不知道有一天人类能不能模仿出像他们那样的一个机器人 就非常了不起 第九个 最近发生的一件最可笑的事 那如果是讲真实的事情的话 那就是 其实笑也很难笑得起来了 如果是讲生活中的幽默 或者是其他的好笑的事 我就觉得这个 这次公贵事件就带出了很多 就是可笑的事 可笑的人可笑的事 但是这个呢 不属于这个范畴吧 如果是讲其他好玩的东西 那我觉得钓鱼啊 还有这个登山啊 还有射击啊 这个目前比较吸引我 打猎啊 你这些 好 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你可以面对苏本华 你最想对他说的话是什么 还有你最想问他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想问他 他的哲学观 他的很多的东西 让我有很多的共鸣 有很多的同感 但是有人说他的哲学 有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逃避 这个 城销 城市这样的一些动员 一些动机 是不是觉得这个世界 这些人太庸俗 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世俗的事情让他感到很失望 他希望能够 进入到一个纯净的世界 能够跟灵魂对话 或者说去探索那些非常高深 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我不知道他本人是不是这样看 或者承认这种说法 但是我觉得在苏本华身上 我感觉到一种超脱 当然不是说这个其他的哲学家就没有超脱 但是苏本华给我产生的联想和这种 那种灵感暗示 就是一种超脱 我想直到今天 我还经常觉得在大学时代 我比今天更超脱 那个时候可能因为对世界了解的比较少 那个身上的负担也比较轻 甚至没有什么负担 而今天我觉得经常承受着各种重负 我想摆脱这样一些束缚和重负 我想回到年轻青春成长期 去重新认识苏本华 或者有机会跟苏本华对话 向他请教 我应当怎么做 好的 小老师 谢谢您的回答 我今天没有准备 所以这十个问题也还是蛮厉害的 就是说 我不知道你到时候剪辑一下 看有没有 我觉得都可以 我觉得都可以 但是我相信 这个没有事先准备的是比较真实的 对对对 我为什么说要保密呢 我就是想让你看你 就是马上第一个你想说的什么 脱口而出 这种就行 就是最真实的那个想法 蛮有挑战性的 好我们以后这种问题会经常有 就